大家好,這位老師成功了 這個是上一次的圓形 然後現在給他做一個超小的盒子 放在耳朵旁邊 然後做一個外接開關 所以當小朋友臉去滑動的時候 然後手可以去按下去 手去按下去 就達到要去的地方 我們再做一次給大家看 因為他現在是帶眼睛 是手稍微靠在上面 到時候這個部分要再做一下 還滑到他要的地方 然後手去按那個按鍵 就是外接按鍵 所以外接按鍵這個部分 大家可以依據小朋友能力去做調整 謝謝威仁老師